精进才能够得到师尊的认可 这也是对的 你这个懒惰了 或者是代谢了 或者是 这个 我们常常讲的 人本身如果不精进 他就是倒退了 就是倒退了 和师尊的坚持 我有我本身的坚持 像我们每天 要写一篇文章 要画一幅画 每天一定要修法 所以我讲过 一日不修 一日是鬼 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 因为你要活得有意义啊 每一天你必须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你不能混混饿饿的过日子 那是在混日子 混日子 你日子混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 你说每一天做有意义的事情 每一天修行 他一定会一直增长 没有你就是倒退了 所以我常常讲来一句话 我们必须要 我们必须要这个 知会增长 善行增长 什么都是要增长 总有一天你增长到他顶 就是 才能够得到师尊的认可 这个文化导是对的 老师尊认可你 就是说 你确实 在宗派里面付出了非常的多 像师母 他现在虽然是有病 但事实上 他对宗派的付出 是很大的 他虽然身体有病 但是他现在还是在付出 他便没有因为有病 他就 就退了 到现在还是在付出 其实他可以退休了 如果我是像他这样子 我早就退休了 身体不能做主嘛 我修我自己的 其他的 宗派的事情 有后继的人来做 但是到现在呢 他还是在付出 所以非常 感谢他的付出 有这样子的付出 有这样子的付出 师尊给最高的认可 其实没有其他的条件 你只要精进 你终于 会得到师尊最高的认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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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enticity 哟 不是